为什么清朝不认金朝 反而把宋朝视为正统 其实正统这种东西完全是可以灵活操作的 清朝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认宋朝是正统的 相反 清朝在最初几乎是把所有有点名头的游牧民族皇帝 全部都给请进了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这个地方堪称是历代王朝官方态度的宣传版 朝廷的态度在这儿是一目了然 明太祖之元章第一次在南京修建完历代帝王庙之后 只供奉了16个皇帝 包括三皇五帝 夏宇 商汤 周武王 汉高祖 汉光武 唐太宗以及宋太祖 还有元氏祖 这里面会出现元氏祖 目的很简单 那是给蒙古人看的 忽必烈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都是咱们的 所以草原也应该是我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嘉靖24年 因为蒙古人南下把嘉靖皇帝堵在了京城胖揍一顿 气得嘉靖皇帝下令把元氏祖的牌位给踢出了历代帝王庙 可见这个地方在当时完全可以当作是官方的发布会现场 等清朝建立之后也是一样 为了彰显北方胡人建立政权的合法性 顺制二年 清廷把辽太祖耶律阿宝基 金太祖完颜阿古达 元太祖铁木真 元氏祖忽必烈 以及金氏宗完颜庸这五个人 全都塞进了历代帝王庙 而汉人皇帝呢 只增加了一个朱元璋 这个态度很明显了 我们作为胡人 那自然要把历史上那些出名的胡人开国皇帝 全都请进来 和汉人五五开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了顺制十七年 这一年南明基本上垮透了 对于清朝来说 和有牧民族兄弟们搞统战的工作 那也就没有必要了 于是清廷一口气 把辽金元三代的太祖皇帝 又全给扔了出去 反而把像商朝 周朝 汉朝 宋朝 还有明朝的君主们 给请进来了一大堆 这个态度也很明显了 就告诉汉人们 咱们才是一家 和那些草原上喝奶茶的家伙们不一样 所以直到这儿 清朝祭祀的历代帝王庙 就以汉人居多 等到了康熙六十一年 玄业老头子脑袋一热 觉得历史上 只要不是那些被臣子给搞死 没有亡国的君主之外 都应该请进帝王庙 于是历代帝王庙 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四十多人 因为到了这一刻 清朝已经完全是一个 大一统封建王朝的身份来自居 不再像清楚那样抬高胡人 来贬低汉人 那等到了乾隆年间 修编似乎全书的时候 一篇由远末明初的文人 撰写的《绰庚录》 被四库馆的大臣交给了乾隆 这篇文章当中 把辽和金一顿戳骂 认为宋朝才是真正的正统 哪怕南宋被打跑了 这血脉关系还在 所以南宋一定是正统 这四库馆的大臣们就说 这个文章 他贬低辽和金不够团结 应该给他拉黑封号 没有想到乾隆皇帝却下了圣旨 表示这篇文章他说的对 然后做出了重要批示 承认正统在宋 直到这儿 清朝才真正意义上的认为 宋才是当时的正统 目的很简单 天下太平了 统战工作还是要做的 你要考虑当时汉族大臣们的感受 不过直到这儿 有一点我们要说明 那就是当时历代帝王庙里面 依然继续供奉着 辽金元三代皇帝的牌位 由此可见 这个承认也只是口头上 没有反对罢了 在清朝官方当时的眼里 辽宋吉那就是一个病例的时代 只要咱大清没有人闹事 那谁是正统都无所谓